大家好,歡迎收看BD Bala Talk 有網友問我怎樣看Vetail industry的股票 特別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就是Canadian Tide 雞胎 一個就是Dollarama 首先說了這兩間公司 他們就多點像Consumer Discretion 就不是真的 可以完全代表Vetail 不過之前就已經分享了例如Lublo 這些Ghostry的公司 亦都分享了例如零售品牌 例如Fashion Rizzi 所以某程度上分享Discretionary 就 Pretty much 就是cover 所有 但是同一時間這個雞胎 和Dollarama也未必能夠代表所有 Consumer Discretionary 原因是 雞胎的業績 除了雞胎之外 他也有Sport Check Man's Warehouse 再加上 他的商業 有點像Home Depot和Lose 主要的商業 但同一時間 汽車零部件 油站 FINANCIAL FURFACE 就有點像Costco的模特兒 但Costco的模特兒有大量的 Ghostry 而這個Kentai 除了Discretionary之外 也佔了一個 很重要的 一個 Portion 除了這些之外 他還要多了一個 Weed 的 Segment 其實在這麼多VTEL的一些 公司之中 他也算是非常特別 VTEL的Portion 你只能夠有 例如Lubro Sobi 這些公司 才有一部分 亦都在過去的 10年 都在說 如何分拆上市 blahblahblah 令到 他的收益 和 他的股值能夠更加透徹 清晰 各方面 Kentai是其中一間 公司 而Dolawama 雖然算作是 一間純銷的公司 但是 他就比較 是一些 精打細算的 customer 尤其是 他的模特兒 大部份是 Discretionary 但同一時間 亦都有 小部份 是 goldstreet store 的類型 先戴頭盔 因為 Kentai 公司 我一直有分享 他的業務 各方面 也鼓勵 人買 尤其是 如果你是在疫情 的時候 投資 八九十元 的時候 你拿到現在 就應該 賺很多 所以今天 我純粹是 一個 更新 第二季的業績 而Dolawama 我就沒有 小貨 再加上 他要到九月頭 才出業績 今天 只會講講 他 過去的成功 未來的challenge 和 股值 各方面 很高級的講 最後 會觸及加拿大 比較新的 VTEL數據 和一些 FORCAST HOPFULLY就回答 各個網友的 問題 多謝那個網友 基本上 所有關於股票的 一些分享 他都看完 而且 都會有 他自己的 comment 在當中 希望大家都 賺多一點 OK 雞胎 他第二季的業績 一開始 投資者覺得 是比預期差 再看真點 又覺得OK 所以反映到股價 上面 一出業績 就大塌 接著 就蓋了 還要 在疫情以來 都算是一個 新高 VTEL SALES 升了1.7% 如果不計 是油站的收益 因為油站的 油價大跌 所以 由 相關的 Segment 應該是 看 Growth Margin 打下去 不應該看 revenue 和 Cost of Good 收益 這個是 噪 所以 分拆出來 是 好的 如果 除了 油站 有9.3% 升幅 有趣的地方 就是 revenue 實際上 跌了14.2% 而 不計油站 也跌了8% 為何會有 距離 和 revenue 按照 業績 報告 如何計算 inventry 以及 做revenue recognition 因為疫情的緣故 做了一個比較 conservative 的 approach 如果是這樣的 第3季 當 大部分 都 back to normal 所有 店都 reopen 應該會有 扯上去的 現象 出現 這也解釋到 為何 股價會先跌後回升 OK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看回不是 Noise Vetail Sales 雞胎 即使 拉人封鋪 關了門 也有 20% 升幅 這20% 升幅 當然最主要 是來自 eCommerce Sales eCommerce 整體來說 升了 400% 比較 上年 Cross Order 75% 的 都是上升 如果只是計算 雞胎的話 100% 都是 爆升 最盡力的 是4月 5月 當它 封鎖 都仍然 對雞胎的 產品 吹齒若霧 女士們未必會 解釋 為何 一間 這麼大垃圾 賣相 噗噗噗的 居然 拼命地 賣 亦有解釋 因為它始終 有點像 Home Depot 有點像 Costco 零部件 有人說過 它是 男生 老人 在家裏沒有工作 除了裝修房子 是交駕車 所以 賣相更高 但它不僅僅雞胎 Sportchack 男生 House Marks 這些都是 相關的 一些公司 而這些公司 因為 封鎖的遠股 的確下跌了 十多至 30% 不等 接著 就是看 Weed的部門 就OK 因為自家舖 租給自己 不OK Finance 部門 主要出一些 credit card 提供一些 很基本的 Finance 服務 當然 因為 customer spending 始終 用 購物卡 還要購物卡 下跌 再加上 它有多了的 斷工 Wide-off 出現 所以 整個部門 revenue 不是跌了太多 但是 它的購物卡 暴跌了 40% OK 整個部門 adjusted earning 下跌了 2.5% 比 去年 是2.97% 但是 這個 下跌有幾樣 如果 加回 因為 covid-19 的緣故 要 多些 前線員工的 spending 防禦措施 各方面 那裏 41.5 million 5.7 左右 還有 有兩個 我覺得 未必能夠加上去 例如 Impairment on spotcheck 那類 疫情的緣故 這些 公司的估值 可能會下跌 另外 offset hedge equity hedge 原來 一直在做 Stock option hedge 第一季 大塌 今季 又上升 Impairment 有些分析員 會加上去 我自己 不會加上去 但 regardless 這類的 one time 在第三季 不會重現 再加上 就是之前說過的 Working capital calculation change 如果第三季 又能夠 扯上去 時 亦能夠 提高一線 不過 Kentai 既然 已經上升到 131 我覺得 水位 到2021 應該會回到 Normal 從十星軌 再加上 之前分享過的 200M Cost Reduction 都會 實現 Ecommerce 又可以 做得 強勁 我自己的股值大約 104元左右 現在已經131 我就不建議再加 你喜歡的可以持有 但是 未必會 好像之前 有那麼多肉食 你 已經賺了 已經賺了 OK Doraama 未出業職 不可以分享太多 他過去 一直以來 十年 他那個成功 就是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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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介意 一定要買 有品牌的 東西 沒有什麼品牌的 都能夠 真的 購買 第二樣 就是 他不停 透過 開新店 在不同的 新魔 開新店 令到 他的業績 能夠 繼續 拱大 這些都是透過 有部分 特許經營 來做 變相 他真正加進去的成本 不是 很大 還有 就是 郭培里的兒子 郭福林 他搞了 Christmas Sue Box Event 每個 Christmas 買些禮物 放在鞋盒上 送去 第三世界 國家 Costavica 那類 這裏 我自己也有做 這裏 他 大部分人 通常會去Dorawama 那裏買東西 所以 基本上 就發到豬頭 這裏也解釋到 第四季的業績 通常會比 第1 2 3季 大很多 大很多 但是 他的前景 就有 幾個 關心 第一就是 你不停開新店 你始終 到現在這個位置 就有點飽和 亦都不止 他一間的Dorawama 唐人的有 Woness 另外有 Dorawama 那類 變相 都有 一定的競爭 再加上 你現在 Dorawama 都不是 1元 很多東西 過半 2元 3元 以前買過 鞋盒 20元 以內 現在是幾十元 那就是 中規 說什麼 然後 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就說 你給那些年輕人 開心一點 然後 你有其他的 資金 就是去幫助 他 去教育 各方面 但是現在 我覺得有一點 Defit 那件事都幾十元 不如我 用20元 給World Vision 幫助他們 改善社區 更實際 我自己覺得 純粹 那些禮物 給別人開心 那你不需要 買六十元 Anyway 你可以 說我黑心 這是另一回事 我應該要付很多 這是另一回事 大家的標準有少不一樣 然後 Dorawama 亦都很難 能夠受惠到 Online 相對於 Kentai 或者其他的 Walmart 那些公司 還有一件事 就是 現在的 Tray Wall 全球 加上 加指 一直以來 都相對 低 現在又有 轉強的跡象 尤其是 金價 又上 油價 都 叫做 Stable 這些都會對於Dorawama的Corsa 會帶來一定的衝擊 疫情的緣故會不會令到 Renew List Contract 時 有一點的 好處呢 那他那些舖位的擺位 我又不覺得他會有太大的好處 所以 現階段已經升到上 51元的時候 我建議 12號 我不會鼓勵買 因為不是我的股 我一直都不覺得他太好 所以 我就沒有做一個很細節的 股值的分析 我也不適宜給太多的推薦 Overall來講 整個 retail的市場 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 Pick up 在當中 尤其是看到 7月 或者最新的數據 8月頭 幾乎所有的Industry 的retail sales 都是上升了 唯一是 Transportation 和Travel 仍然都是一個 Deep negative 狀態 整個加拿大 所有的region 都是上升 尤其是 你看到 安省在7月尾 進入了Stage 3 的時候 就由 Negative 那個 Browth 變回上 Positive 現在也有很多數據 覺得 加拿大 retail sales 的狀況 是好 比美國 好 如果美國的 上升反彈 是20% 的時候 加拿大有望 在第3季 是上升30% 繼續 積目以待 始終 那個 Lockdown的情況 現在 很多事情都解封了 例如 留學生 可以有 適當的 Requirement 之下 讓他回來 探親的 適當的情況之下 又可以讓他入境 都會不會令到 病毒又再回來 或者更加嚴重呢 你看 紐西蘭 雖然只有4宗 但是 受到國際關注的緣故 是因為 他本身已經有百多天沒事 突然又彈出來 而那個人是證明不了 究竟是怎樣感染 他無緣無故爆出來 本地感染 而那個感染又 似乎跟歐洲那邊的病種 總有些類似 究竟是怎樣呢 未來會不會又有 一些搞事的 現象出現呢 哪怕 VTEL 看回 無論是 Credit Spending 或者Debit Spending 都是有個健康的 現象 值得令人 去歡喜 再加上 你很多 COVID-19 related 的Spending 都是1次 暫時來說 都是健康的 不過 如果你 轉換 股票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 跟Kantar Hidorahama 類似的情況 就是 似乎 股價 現階段 都已經 反映了 7-8-8 不敢說 是有 Risk Potential 是大 比 Benefit 但是 似乎 我自己就未必有 太大的 Incentive 去 買 多數來說 我都會 建議 好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好